有时候我就在想啊 你的生命中会有寻寻色色的人 但是猫咪的世界里只有你啊 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它真的好可怜 所以就算它再只有生气 我也心平气和地给它吃好吃的 但是这孩子最近又开始乱尿 还转往一个地方尿 我真的试了好多办法 垫尿不湿啊 放橘子皮啊 用躯壁剂啊 一点用都没有 在虫异症的实验下用了这个菲力威喷雾 然后告诉我猫咪乱尿 其实是因为环境让猫咪感到的压力 这个可以释放舒缓猫咪情绪的快乐心吸素 猫咪再过来联想到的就不是压力 而是快乐和安心了 看一下啊 来让我看看啊 哎呦终于不掉了啊 表现的是真的好 过来给你吃个猫条吧 以后每天都要乖乖的哦 我有时候在想啊 家里猫每天这么幸福 那流浪猫岂不是每天风餐露宿很可怜 正好最近马仕宠物在中良祥云小镇举办了 首届重享潮生活的文化时级活动 我准备去学习参加一下 菲菲你就自己好好在家哦 晚上回来给你好吃的 走了 我这活动也太热了 现场很多人带宠物来 但是担心瀑布会应急 不然瀑布来了一定很开心 因为小镇里有很多宠物友好商铺 都是可以带毛孩子的 对宠物家长真的太友好了 而且现场有很多活动 比如公益捐赠仪式 马仕宠物现场也向首都爱护动物协会 捐赠宠物食品 城路联养的宠物家长也可以获得大能量 还有领养展台 其中有很多都是被弃养的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这些毛孩子们可以重新拥有一个家 最让我感触的是 马上安家志愿者团队成立一室 养宠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 现在很多人想领养宠物 但是不知道领养的方式和渠道 真的很开心能看到有这样一个团队成立 让更多流浪的毛孩子 也能得到一个温暖的家 过上和扑扑一样幸福快乐的日子 健健康康快乐的长大 扑扑啊 爸爸今天去了一个宝藏地方 有机会爸爸一定要带你去 认识新的朋友 我小猫终于会说话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一拿到喜欢吃这窝窝猫凉 我一晃着袋子才又过来了 扑扑 啥 你说话了 尿尿尿 啥毒药啊 哪有毒药啊 这是药还是不要啊 要吃饭吗 来给你缩了缩了手指头 不爱饿不爱饿啊 多吃点吧 高肉高蛋白 增肥发塞的凉 吃得黄黄胖胖的啊 当我妈试图喝毛酒里 也没用用剪一剪了 什么意思 手收起来干啥 拿出来 拿出来 你敢打我 你再伸手 你再伸一下 妈你想跟他交流 你得用罐头手买它 这是帕克的猫罐头 营养均衡 还可以补水 那种口味多重选择 你好好吃 吃完了可对奶奶好一点 不说你了啊 他挺巴巴的 跟他那几下人骂你呢 你骂我呢 不过 跟他尾巴动那几下人是骂你呢 你可别说了 真的假的呀 你这是骂我呢 我没有 还跟我跟跟伯 我啥也没干 看看 又骂你了 是不是赛脸 拉倒吧 溜了 是骂我 Mé补 那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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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 我 我有 我